- 得古拉的晚餐 -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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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歡迎收看我們的 德古拉的晚餐2 我是主持人Snowdou 最常推理遊戲 德古拉的晚餐 本週再度點燃漲火 10位人氣主播 方曉卢 飛磚 蕭小燕 林啞爾 安安 吳老謙 薛薛 尔康 泳怡 乐群 今晚正义与邪恶阵营 谁能走到最后 马上来了解游戏规则 德古拉的晚餐 是由邪恶阵营与正义阵营组成 邪恶阵营里有三名狼人玩家 狼人们夜里出动 每晚可淘汰一名玩家 正义阵营是由普通村民 与能力者组成 普通村民无任何特殊能力 唯一功能就是参与白天的讨论及投票 正义阵营中其他能力者 有预言家 女巫 猎人 预言家是正义阵营的领袖 每天晚上可以查验一名玩家身份 女巫拥有救人与毒人的能力 但却不能救活自己 猎人拥有开枪的技能 当她被淘汰时 可以发动技能带走一名玩家 所有白天尚存的玩家可参与讨论 最后透过投票找出可疑的狼人玩家 如果所有狼人都被逃出 则正义阵营获得 反之 所有村民都被淘汰 则属邪恶阵营获得 十位玩家已确认完各自身份 邪恶阵营该如何破坏团结 正义阵营的能力者们 能否顺利揪出恶狼 还是会遇到猪队友一戏崩盘呢 第一回合正式开始 来 各位 我们准备进入天黑 天黑 天黑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今天晚上 你想杀害哪一位玩家 确认 狼人 请闭 女巫 请睁眼 女巫 今天晚上这位玩家 她死了 你要是用解药 还是毒药 确认 女巫 请闭 狼人 请睁眼 狼人 今天你想查验的玩家 她的身份是 正义 狼人 请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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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人 好 各位早安 昨天有一位玩家离开我们的 是我们的二号玩家 飞专离开了 你有语言 我 起初恋 我刚刚翻到牌的时候 就已经很纠结了 因为我拿到一个预言家的牌 然后呢 我又看到了八号 然后我觉得她是个狼人 我今天一定要让她踩死 结果她是一个铁好人 相信我 绝对一个地人家 后面有再焊掉起来的预言家 全部不要相信 过 好 二号玩家离开完遗言了 我们现在从三号玩家小M开始发言 我们的预言家 她说她死了 好不好 所以真的是非常尴尬的一件事情 然后她直接给八号发了一个好人卡 但是也不知道她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 所以我们还是要听后面的继续发言 那我是一个好人以上的身份 我就先说到这边 好 五号玩家安安请发言 五号玩家发言 五号玩家是一个铁平民 然后 二号玩家是一个厉害的玩家 那我想 通常 只有真的是预言家的玩家 才会在死掉的时候说 除非是不会玩的人 不然不会在死掉的时候 就说自己是预言家 所以我姓二号是正预言家 我相信等一下应该也不会有人在穿了 然后 三号说她是神以上的 那如果是猎人应该也会直接讲 所以三号应该是女巫吧 六号玩家发言 这个六号玩家是一个全程碧眼玩家 所以就是一个村民 那 我说句实话 就是因为二号玩家走 然后刚刚碧眼的时候也有一段时间 如果是其他人死掉了 然后跳预言家 我其实不会怀疑 当然在后面如果没有人跳预言家 那我没话讲 但是如果她是一个狼自掏 然后呢 又说她自己是预言家 坐实她这个预言家的身份 然后再发一个狼同伴好身份 所以我还是不太相信 只有还要看一下后面有没有 如果后面没有任何预言家跳 我认定她是这个铁预言家 现在玩家也是一个拼拼牌 那 因为我不是预言家 然后到这边为止也没有人跳预言家 所以其实我其实蛮相信二号 而且她是 是第一晚就走了 虽然刚刚有一段时间 就是刚刚狼人杀得有点久 也有可能是狼自掏 但是我还是要看后面的发言 然后我最觉得应该会弃票 因为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听到 比较奇怪的发言 但我觉得五号比较奇怪 她刚刚在找神 我觉得没必要聊三号是什么身份 我觉得她等一下有身份 她自己会讲 然后如果后面也没有人跳 什么奇怪的身份 我觉得没有必要去聊她的身份 过 好 八号玩家康主发言 八号玩家发言 我是一张好人牌 我一样 我觉得七号发言还可以 她跟我一样 我这一轮要踩这张五号牌 但凡三号认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 都不是你一张名 你认一张名嘛 都不是你一张名可以踩的 如果这一轮后置位 没有另一个预言家起跳 又或者是没有人聊暴 我大概率挂你这张五号牌 好吗 那我听一下我们的大跳跳怎么说 好 九号玩家大跳跳 九号人家先发言 飞端的粉丝听一下 刚刚飞端死掉的时候 十号笑得很大声 没办法 你不要在那边 你不要在那边等下跳远远家 我不信了 因为我其实到我这个位置 我不是远家 那我就信二号一个远家的身份 那九号玩家 八号玩家身份做好 因为十号玩家笑那么大声 你不要跟我说 你等一下跳一个远家 因为如果你 你如果是一个远远家 你前面就笑不了那么大声了 飞端的粉丝听好 他笑最大声 然后 所以 他在我这边身份不好 他是名级名以下的牌 我觉得十号玩家不好 然后先回来聊一下嘛 三号玩家 呃 女巫猎人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他应该是猎人耶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他应该是猎人 然后五号玩家 呃 我觉得 以五号玩家的玩法 他如果要踩三号 他不会用这种玩法去踩 然后他出于后面 不要跳身份做好 我觉得没有必要用这个点去打死他 反正这一局我是会七票的 因为八号玩家 我认你一个好成分 我建议你七票 然后 嗯 现在轮女巫跟 女巫跟店可以跳出来了 然后这一轮女巫不管怎样子 一定要用解药 因为我们是确保好人轮次的领先 你用解药救的那个人 不代表是好人或是狼人 听他的发言而决定 我只是要确保轮次的领先 所以我呼吁女巫去用药 然后我这边是一张拼命牌 过 好 10号玩家的乐趣 10号玩家发言 首先 我每一个人第一个出局 我都笑很大声 老千出局的时候我笑很大声 只有我自己一死掉 第一个死的时候 没有笑那么大声 好 先回应他一下 为什么你这个9号 我还没讲话 你就可以用这么多场外因素 去摘我的身份 你可能想丢个水包吧 但是我觉得 在我们这边 这个9号动作不做好 好 我先说 这个9号动作不做好 那老千的顧虑 我觉得正反两面想想看 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不是很同意 所以6号的这个讲法 对我来讲 也不是那么好 那 唯一比较好的我想一下吧 唯一这个3号铁好人 在我心中只有认神的嘛 那这个4号的发言 对我来讲相对好一点 再来就是这个7号跟8号 是预言家发的这个铁好人 7号在我这边身份好一点 所以我这一轮出的话 我应该就是这个 9号 我还是不会出你啦 但是我觉得 为什么你会叫大家弃票 因为平常就是一个 比较勇于投票的人 所以你讲这个话 我觉得有点奇怪 但是我是个小平民的身份 我没有办法说什么 我只能跟大家讲 我的感想 那希望后面有人 可以指引我一个明灯 好不好 明灯明灯 好 好 接下来换1号玩家 方小如的发言 1号玩家发言 预言家 9号是狼 我觉得他应该是自刀偏要 就这么简单 相信我 发言完毕 好 发言完毕了 各位 现在呢 3秒钟的时间 我们必须要 投票 1 2 3 好 先投我 9号玩家 詠怡 你被投出去了 好 你被留遗言 请 9号玩家 遗言嘛 我自己也投自己 因为我怕你们的 衝我票衝不够 我自己挂自己 让我有遗言可以讲 避免你等一下晚上到我 1号玩家一匹狼 10号玩家一匹狼 另一匹狼我觉得 4号玩家 比较 几率比较大吧 因为我觉得刚才10号玩家 聊不好 他说7、8是好人 我觉得你开天眼了 因为在我这边是狼 所以我认7、8好人 5号玩家 在我这边我觉得 他好的面比较大 因为他说法在我这边是过关的 然后5、6互财 我觉得两个平民吧 然后我这边是一张平民走的 你们记得1号绝对不是原家 但我建议1号你可以自刀 好 然后女巫如果我刚才点狼圈 我是建议不要去救 我这边绝对是一张民族的 10号玩家女巫 这局应该就是出10号了 如果你真的是女巫的话 你太奇怪了 5号玩家 你被投出来 3号玩家 你真的是 是猪队友 我已经讲成这个样子了 这游戏真的是让我看透人心 一切都是假的 好不好 好吗 准备进入天黑 天黑请闭 狼人请睁眼 狼人 今天晚上 你想杀害哪一位玩家 他死了 你要使用解药 还是毒药 确认 旅屋请闭眼 7 6 好的 各位早安 今天晚上有两个人离开我们 是我们的1号方小如 还有8号的2号 离开我们的 2位没有疑言 请离开 接下来我们从 10号玩家 4次 大家都被1号玩家这个 忽然间爆炸式的发言吸引住 所以大家出了9号 我先聊一下9号玩家这个疑言 为什么他凭什么就是咬定我是一只狼 我觉得我聊天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我刚刚说的是什么 他创改了我的发言 大家注意听我聊的是什么 我说7号在我这边身份偏好 8号是什么 8号是2号发的精髓 我是不是这样讲 在我还没有听到1号玩家 跳预言家之前 所以我认定他应该是一只狼走的 那1号是不是铁狼的身份 是不是铁狼的身份 我不清楚我也聊不动 那在剩下的剩下的玩家里面 我想我们要去盘1只或是2只狼 1只或2只狼 那希望女巫就是给我们一点 给我们一点线索 1号玩家发言 其实我想要听一下 4号刚刚为什么投9号 其实我是不想比较 我的就是我的直觉是 比较不相信1号玩家是铁狼的 因为其实他在那个位置 跳是很好的位置 因为他是最后一个发言的 那他来打一个9号玩家 没办法发言 其实我比较相信2号玩家是真铁狼的 所以刚刚我觉得你可能是 可能是女巫把1号堵走了吗 或是1号真的是铁狼的被杀 可是那干嘛 女巫干嘛要堵一个人 所以我比较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我觉得 我想要听重点 听4号玩家怎么聊 过 好 请6号玩家无老先发言 首先不管如何 不管他们是真铁狼的假铁狼的 因为我刚刚的状态下 是比较觉得1号是真铁狼的 那8号身份不太好 7号身份非常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7号这件事情 他刚刚在聊的时候 他其实第一轮的时候 就已经有点聊得怪怪的 首先我并没有觉得5号在找神 他第一轮他聊的就是说 他说什么5号在找神 什么的 然后8号又跟着咬他 你知道吗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没有的 因为3号他说他是神 所以他其实只是点了一下 3号有可能是神 所以我并没有觉得前置 会有任何人在找神 所以 而且刚刚7号 其实有一点点小紧张 因为我觉得走了这么多个人 应该狼已经走掉两只了 应该 所以大概率剩下最后一只狼 其实已经荒了 他那个荒是 他刚刚其实没有逻辑的 把所有人都聊了一遍 对我来讲 我一定出七 结束 我也同意刚刚第一轮 5号玩家的说法 他说快玩的人死掉了一定 如果他认识预言家 他一定会成为他是预言家 避免后面的人汗跳 那我 我这边 我这边盘出来的 我 因为两个预言家都死了 那3号自己认了一个神 那我觉得8号应该是女巫走的 因为他读了1号 1号 自己认为是预言家的人 那我也差 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 我是预言家 但是我却相信他的人 那我是一个好人 然后5号在我这边 我觉得他的说法是偏正面的 我现在也觉得7号怪怪 因为我不是因为 我不是因为你把风向带给我 才觉得你怪怪的 那我想要听一下这个神怎么发言 我再决定我要怎么投票以上 好 3号玩家小M 3号玩家发言 其实晚上我根本就看不到任何事情 因为我只是个猎人 OK 所以我不知道晚上发生了什么事 刚刚那个晚上非常震惊 好不好 太震惊了 一个被发好人的人死了 然后一个说是预言家的人死了 所以其中一次是女巫 在里面 好不好 我真的是一个晚上非常非常的尴尬 现在这么多 这么多 我只能说我是个好人 我不知道我可以拉谁为我的阵线 你知道吗 我只能听你们去辩驳 那现在好像在 大家都盲头都是指向这个7号 但是这一局呢 因为以我的个性来说 我会先不投票 好 所有人的发言都已经结束了 大家想一下我们那来投票 好 三秒钟之后 投出你觉得 他把它除掉这个 1 2 3 先投 不敢投 不敢投 好 7号玩家薛薛 你被投出来了 留下你的第一眼 反正这局不图名嘛 所以我觉得我名走也没关系 但我真的觉得 6号跟5号非常怪 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 我说我早晨 因为我觉得女巫 根本不需要在第一局就出来 所以她干嘛要让人知道 女巫在那里 这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吗 所以我才会说她早晨 所以我觉得我的邏輯是没错 然后我根本没有说 6号玩家早晨 我说我觉得5号玩家早晨 不是她觉得5号玩家早晨 所以我们两个 我觉得她们两个就是很奇怪 然后 其他我不聊 4号玩家刚刚跟我说 她为什么投9号 我觉得她的理由是过关的 进入天黑 天黑起立夜 老人起睁眼 老人 老人 今天晚上 你要杀她的是哪一位玩家 吃人 老人起立夜 天亮 好 各位 今天晚上有一位玩家离开我们 是我们6号的吴老千 没有任何的时间 一起离开 十号玩家 十号玩家 好啦 不能再不说了 这个十号玩家女巫 第一晚 第一 那个小如一号是我毒死了 那我还有一瓶解药 还有一瓶解药 如果你们不信我 我可以自证身份 下一轮我可以救一个人 下一轮我可以救一个人 除了我自己死掉以外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 大家应该看到投票 那个投票投给吴老千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只单凭7号 她说早晨这个点 就把她投掉 她只有这个问题而已 可是她其他 并没有任何的破绽 所以我觉得 这个投票是不OK的 那在我们这个 预言家已经出去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 现在场上 还很劣势 对啊 我觉得我们是劣势 貌然投票是不对的 所以我这一轮我选的气票 那 我觉得 听听看嘛 后面三位 三号是我认的铁猎人 那四号 我觉得 你发言在我这边偏好 五号 你刚刚跟这个六号 拉了一个阵线 我要听听看五号 你为什么就是 两个人 去投这个 四号 为什么你要这么晚才出来呢 这个 我觉得 现在的场面非常的干 非常尴尬 好 又尴尬 对 好 你可以不用 你可以不用给我暗示 因为我看不懂 我不会读手语跟唇语 好不好 OK 只是因为你知道 现在你出来的时候 就算好狼人把你杀了 那你要怎么 怎么证明你 就算你有解药好了 你也不能有 你也不能用啊 你现在才出来 真的是让我们压力非常的大 好不好 因为现在两狼就 我还是觉得 在你们三个当中 看你们怎么讲啊 看你们怎么讲啊 你这些废话 好 OK 我结束 我不聊 我不聊 好 四号文家 英雅二请发言 其实我觉得蛮烦的 因为我已经认 我那一局 双死了 所以我已经 差不多认了八号 应该是女巫 她没用到解药 她读了一号 那你现在跟我讲说 你是女巫 那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出来 我先过好了 我是一个平民牌 好 五号玩家安安发言 五号玩家发言 这局应该就是出十号了 如果你真的是女巫的话 你太奇怪了 刚刚一号她说她是预言家 然后她踩一个泳衣是狼 然后你说九号是狼 然后你又读 发她九号查杀的预言家 不是很奇怪吗 我 如果投你 我们输了 那就是影雅人真的太会演了 因为我是一个铁皮名 因为三号她就说她是猎人了 那我铁皮名 就是四跟十了嘛 那四她在我的心中 除非她真的是金马奖引后 我觉得她是没有想法的 然后反而是你很奇怪 对 然后你又说你有解药 所以要大家信你 我觉得你有解药又怎么样 这局狼在杀一个人 我们这局投错一个人 狼在杀一个人 好人就输了 所以你有解药又怎么样 如果真的出你 我们好人输了 那我真的是拜四号为佛 我让你们想一天好了好不好 来 三秒钟 好 二 三 走 五位玩家 你被投出来 那个 我只想说三号玩家 你认的是猪队友 我已经讲成这个样子了 好 就是猪队友 没有以上 似乎是父系离开 好 现在 三位 我们准备进入天黑 天黑请一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 你可以不要这个样子吗 很好玩吗 是不是 狼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女巫 今天这场游戏 已经结束了 你早点休息吧 女巫请闭眼 狼人家 请睁眼 狼人家 你是不是在后台 看得很伤心 很难过 现在你可以毕业 天无聊 好 昨天晚上 四个玩家 四个玩家 被杀掉了 恭喜 游戏结束 快点 这个游戏真的是 让我看透人心啊 一切都是假的啦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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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